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看今天的天气啊 不是很好 一直在下雨啊 其实 露雅 钓鱼啊 就是要增加粗情侣 不管是大风下雨 还是要多试一试 还有做雨的机会啊 大家看我说到那边 那边那个位置乱行就会比较多 我敢肯定那个地方肯定是藏匿的 就看我能不能钓到啊 如大家所看到的 低竿下去 加尔沉水不到一秒 就马上解口了 这个渔情 出乎硬要的疯狂啊 下雨天果然 没错 赶紧收线拉回来看一下 到底是一条什么鱼 这也太猛了 这也太猛了 真的很猛啊 第二竿下去也是同样的情况 特别的疯狂啊 但是很遗憾没有挂住 直接脱钩了 但是很遗憾没有挂住 直接脱钩了 接下来这种情况 我猜 软路亚的朋友经常遇到 俗称铁板打窝 nice 那个位置的鱼群 已经全部都下不了 这个红尾还是 板子挺小的 现在准备放位置了啊 这个钓位从来没有 让我失望过 然后今天又是下雨 我猜 鱼的活性是特别高的 鱼群 这个钓位 这也是 接下来这一杆就不简单了 这是一条我估计两斤以上的翘嘴 从来没有在这里钓到这么大 这个重量我从吃鱼的瞬间能感受得到 力气特别大 但是很可惜啊 如大家所看到的 很狼狈 直接把鱼竿丢到一边去追鱼了 今天摄影师是辛苦了 摔跤次数不下三次 在屁股上啊 鞋子上面 衣服上面 全都是泥巴 我们今天的渔户刚看一下不是很好 今天不能就这么带着两条鱼回去 所以又来后面这里再钓几条鱼啊 接下来这个钓点就很厉害了 这个钓位在我心中排名第一 上鱼的鱼获里啊 排名第一 就算叫小姐姐来撩我 我都不会告诉你们的 都不会告诉你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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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着急 走着急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接下来这一杆应该是今天最让人意外的一杆 这个力道太大了 我估计起码是五斤以上的什么鱼 像挂石头一样的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我在吹牛 大家看一下那个干尖的动作就知道了 绝对不是挂石头 因为下面有东西在动 真的很可惜 我发现真的和大鱼无缘 每次要不然中了大鱼就跑了 要不然就脱钩了 这也太过分了 跑了一条大的说实话 真的很伤心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很激动的 接下来这条也是一条大的红尾 我估计着一斤到两斤之间的 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拉起来 红尾 这一杆打的方向是小航推荐的 他说那边有流水 应该氧气含量比较高 果然啊 下去就直接种了一条蛮大的红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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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там 还真正 就好像 你先让开 那个 这个 你不应该 你不应该 这个 你不应该 我航尾 还不错 今生意今 你不应该 一时 现在我现在要回去了 这鱼越大 还可以 我们得快让大家看鱼 这条红尾有点小 这条有点小 所以把鱼放了 再养个半年 但是把这把鱼钓起来 兄弟走吧 滚 还不走 朋友们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鱼货 两条翘嘴 两条红尾 这条翘嘴还可以 一斤以上肯定是有的 然后这条红尾 大的 也差不多接近一斤 今天一共钓了五条 那条小的我放生了 那条小的估计只有二三两 现在这个实力 已经不允许我再拿这条小的了 这大的才是我的最爱啊